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 来自广州市建筑工程职业学校19岁学生梁志斌 以零物差的垂直度、平整度以及整洁的墙面文观和对时间的精确把握 获得了中国在契助项目的首个世界冠军 梁志斌表示会回到学校继续完成学业 不排除以后会当一名契助教练 也许这就是班专的最高境界吧 视频拍摄于10月25日 在福建福州有一名学前教育专业大三学生王欣欣 自己制作了一个手工娃娃机叫拯救杀生肖 主体以年硕为造型 里面有杀只生肖娃娃 用针孔的变压来提供动力 压水棒做的生硕装置 娃娃都是由王欣欣亲手制作的 这里我想做的是 抓不到娃娃的不叫娃娃机 1995年出生的东南大学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博士长林 已经率领一知十多人的科研团队 突破癌症早期检测难关 他们的专利技术 可以通过一滴血 就可以筛选杀像早期癌症 像查学常规 血压血糖一样方便快捷 看了一下评论区 这位同意的评论严重了 据阿滴电子台25日报道 来自英国的探写家汤姆摩根 将一束氢气球绑在录音影上 自己坐了上去 飞上了南非约翰斯内堡的上空 飞行了约25公里 最高的时候 升到了2483米的高空 他用100个氢气球 完成了这项飞行 摩根说 这次旅程非常美妙 体验到了内心平静 与恐惧并存的感觉 英国伦敦著名奢侈品 设计师大迪 设计的一双价值 1500万亿磅的鞋 只合人民币约1.3亿 这双手工打造的鞋 用18克拉的金线缝合 7载24克拉精气的皮革图绳 点缀了极含件的 大粉红钻石和蓝钻 有4哥3克拉的无瑕丝白钻 斜的拉链和鞋面 则是纯金 鞋面还有其他小钻石 来增添光辉 驻军到了中午的机灯洗脑环节 每天都有案子吃饭 早睡早起 因为夏天吃西瓜 比四足都有感觉